那么这样 才真正的明白了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这不念佛行吗 不念佛 我们心性的无量光束 永远在迷 虽然他有无量光束 我们得不到受用 念一声 真心本性无量光束 就透一次 像这个闪光一样 他就闪一下了 透一次 念念一声就闪两次 不念了 不念的光就没有了 所以 主书大德教给我们 静念像极 这个像极 就是不断地念了 不要间断了 不要夹杂了 那所透出来 那所透出来 就是 精纯的光束 这个与阿弥陀佛 必定感应到久 所以 所以欧耶大师 胡口婆心 在此地 劝导我们 愿我们要生死之 生死之 就像前面 他老人家 教给我们 随一生祝福 真实教诲 决定求生 更无疑惑 伟一大师 前面 这个四句话 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可以说 真的 没有疑惑 我们求生的 这个意愿 决定 决定求生 再不会 疑惑 从今而后 一定是万云放下 专修专宏 专修就是自己 真心切愿 老实念福 专宏 也是用这个 劝别人 人家要笑话你 哎呀 这个人呢 学佛照迷了 他笑他 决定不为他所动摇 这就对了 决定不因外面环境 错了念头 请看下面经文 摄地佛 阿弥陀佛 成佛以来 如今时机 那么这段经文 里面包含的意思 是 无尽的 声光 欧业大师 解释得非常好 慈民极乐世界 教主成就也 实际 在西方世界来看 是很短的世界 这不是一个长世界 那么短短 十节之中 他就有 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的 成就 这个一阵 庄严 不必说了 我们 我们只说 十方世纪 待业往生的 这些人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都能证得 等着菩萨的国位 这个成就 实实实在在 不可思议 这个算是 阿弥陀佛 世界当中 一切成就里面的 第一成就 接引 待业往生的 这些人 帮助他们 一身 圆满的 臣服 再看 底下这一段 然 法身 无尘 无不尘 法身 谈不上 尘与不尘 都谈不上 因为他 他是 本来就是 居足 他不是修 修的 无事无踪 不应论接 什么都讲不上 任何名词 在法身上 讲不上 真心 本性的 本体 报身 应远 古马 您称 这个可以说称 因 便是叫 修因 缘 没有 欠缺了 两种 执着 仁我执 发我执 这两种 执着 都尽了 三种 烦恼 也 断尽了 尽 四 烦恼 尘杀 烦恼 五名 烦恼 三种 烦恼 也断尽了 这 音 缘 谷呢 当然 也就 满 这个叫 臣 谷满 就是我们 讲 原教 这 佛 古 成了 佛了 再没有 更高的 果位了 本教 菩萨 还有一瓶 身相 无名 媚婆 因 没有缘 本教 上面 还有佛 果 没有 满 因 上 为 缘 果 佛以为满 成佛了 那才叫 因缘 过满 所以这个成就 是指成佛说的 这成佛说的 因身 为武 世身 名称 皆可 论见 也就是说 报身 跟印身 可以 用 时间 来数 这个法身 不可以数 印身 为武 世身 为武 世身 这四个字 我们要把它 搞清楚